滚滚长江,东是谁,浪花淘尽,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第一把的话 我们是2v2的欢乐排位赛 那么主持角玩家是1号位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排位赛是双方的选将框都能看得见的 那作为主持角玩家1号位要动的 那肯定是要能够打出先手优势的 那么场上,因为由于是排位赛 所以说是没有换将卡和角器卡的机制的 所以说如果要打出这个优势的话 唯一的选的应该就是陈琳 因为这里没有这个流氓云 也没有就是没有SP躁云 所以说能够打出先手1号位先手优势的 那就是陈琳 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正好逮到一个三血五脚 那不好意思 我吃起来,我扒的就是你 是不是?那再砍一刀关羽 那关羽成功掉血 那么两个人四张牌的排差 就被我们瞬间拉大了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能够 还能给自己补一下 那么这边的话主角玩家给了这个关羽一个这个敌发 那这样子的话关羽也是成功掉内滴血 马良这边的话也是被我们扒了牌了 因为马良想要通过爆发应该是不怎么可能的 好,那么这边的话关羽他的作用也就结束了 好,那么马良这边的话虽然说被我们扒光了牌 差不多要被我们扒光了 但是他的这个骑手的能力 就是摸牌的这个能力还是比我们要强一点的 好,那么这边的话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那么我们甘宁这边也是拥有这个拉出牌插的这个能力的人 那么我是这片大海上最广阔的男人 最自在的男人 他是要当海贼王的人 好,那么这边的话甘宁也是非常的舒服 打了一波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无不风灯其实没有必要开 那与其开 那么我们还不如这个叫什么 去这个笔伐掉 好,那么这边的话 关羽对我们进行冰量寸带是没用的 因为我们上家是有菜签办的人的 比如说这个冰量寸带是并不弱我们的 只要能够把马良顺利的做掉的话 那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好的,弟兄们准备动手 那么这个关羽手里也是比较黑 或者说他手里有这个比较重要的牌 这样子的话 这个关羽也是比较傻 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做个伪生了 这一把我们打的绝对是非常的舒服 起手的这个八排优势就被我们打了出来 好,那么我们也是获胜了 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五号位的大忠臣主公选择的是我们的打工皇帝圆大嘴 那么这边的话主持角玩家五号位忠臣选择的是我们的董太师董寅 这边的话就是有没有 问题不是特别大 一来,董寅作为一个能够改日的这个人 他能够给自己改日,也能够给队友改日 我们这边的话起手有闪的这种公式 其实我们还是不要去改日别人 因为毕竟别人我们是傻 所以说这边的话 场上这个坏人是有的 比如说二号位的张秀 这个就是一个天生具备反贼的人 包括八号位的司马仪 这两个人就是反贼一号反贼二号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张秀这边怎么秀操作 挂上固定刀 哎,挂上固定刀九杀 那你这波的这个操作真的是很秀啊 跟你的名字一样 真的是很秀啊 你挂上固定刀再九杀 是三滴血 再加上这个你就算要出第二张杀 你再发动熊乱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原射就被你打成一滴血了 你这样子的话就少打一滴血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张秀啊 这个确实像他的名字一样啊 是比较秀的啊 那么这边的话他的贡献啊也就完成了 他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那么这边的话 他brother春往下加打啊 那这样子的话春哥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曹瑞这边也是来顺手牵羊我们 那么我们肯定是这个要把自己的身份探了出来啊 我们也是去带了一个人啊 当然就是作为忠诚啊 比如说跟曹瑞作为敌对势力的人 他来顺我们我们肯定是不能去带人的 你要想一下啊 虽然说他带的是司马懿 你要想一下曹瑞他一顺二了 他一张顺手牵羊拿了两张牌 那说一方还是反贼 虽然说他拿了反贼一张牌 但是说一方还是反贼 所以说这个顺手牵羊啊 敌方的顺手牵羊你来顺啊 尽量不要去这个实验带人啊 那比如说他过后拆桥 那你让他带一个是不是 他一张牌能够拆两个人 而且拆我们的同时来看一下队友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顺是不要那个啥啊 但是拆肯定是要去带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曹操应该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左思这边的话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不要去管他啊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司马懿开出南蛮入侵啊 应该是想要对袁绍进行点杀式的输出了 因为毕竟袁绍手里是剩下一张牌了啊 一张牌两军选 你看一下 那这个司马懿来趁我们 我们去带一下左思啊 那这样子何乐啊 不为了 好那么这边的话司马懿挂出诸葛列弩啊 应该是打出这个做出奋力一击了啊 那么我们这边手里的桃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曹老板啊 很好非常好 打出一张桃子 把司马懿瞬间打崩啊 那这样子的话 他选择火烧自己啊 直接给成了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呃 袁绍的一杀一难瞒 那么应该成功的是能够把张秀给带走的啊 好那么带走张秀的同时 如果能够继续把Brother春给收掉啊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毕竟这个春歌开启这个排队模式的话 我们是比较难打的啊 你看他的桃子啊 来的是非常的及时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袁绍关键型的这个加一马啊 来的是非常的及时的啊 因为毕竟春歌现在还是比较卡距离的啊 那么他兵我们和乐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这个问题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左慈装上白衣狮子 选择火烧自己啊 那作为一个反贼 或者说作为一个内奸 他应该也是这个不想玩了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左慈选择了制裁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让他这个去吧 那这样子的话 场上的这个局势也是比较好分辨了啊 春歌反贼 只要收掉春歌我们就获胜了 而且这边的话 我们和主公啊 和曹老板啊 保袁绍是保的是非常的 这个积极的啊 所以说这个应该就能明白 是不是 而且袁绍你起手放下来 你放你袁绍选出来 你放眼望去 首先司马仪他就是一个反贼啊 无论你是作为主流主公 还是非主流主公 司马仪应该是直接可以 把他标做是反贼 或者说是一个内奸 是不是 那么张秀啊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是说过的 他的作用就是对主公进行一波式输出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具备当反贼的男人 也就是说这两位是首先能够锁定反贼一号二号的人选的啊 那么当然啊 这个只是从正规的这个思路来上去讲啊 一般的话 而且如果是正常的路人的话啊 应该也是这样子想的 那么如果是一些非正常选家的玩家啊 那就忽略不计了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选家思路 这个我是想不通啊 他们是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啊 这个我不多做揣测啊 好 那么这一边的话啊 我们第三把录像主持角玩家三号位忠诚选择的是我们的曹老板啊 曹批的主公局曹老板啊 相对而说也是比较偏中类的一个 武将甚至说反中类都可以选啊 啊 那么这边的话曹批主公局司马一啊 反贼啊 这边的话率先可以给他标上去反贼 那么二号位的流风的话 争议是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贴主位的流风啊 是忠诚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啊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贴主位的一个流风 他如果是一个远位的流风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四号位五号位六号位 在流风的话反贼的几率就比较大 那么当然 呃流风起手啊 单逆一个曹批的话 其实你从他的举动上来说啊 应该像反贼 但是你从他的这个另一个举动上来看的话 他这个有点有一点点玻璃心的这种属性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应该流风是一个反贼的身份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当然想要一见啊 这边的话流风去摸曹批的同时啊 啊鱼吉是蛊惑无限了 这边的话鱼吉应该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一个乐物四属 反乐悲鸣呼 因为悲鸣呼他当反内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首先也是去贴了一个比较像反贼的一个人啊 那么这边的话鱼吉打出古惑桃源结义啊 他古惑桃源结义他作为一个这个啊作为一个忠诚 然后我们没有必要去我没有必要去质疑 那么无论这张牌是真还是假啊 那么只要是蛊惑的人啊 他应该都是反贼啊 都是反贼 甚至说是一个反内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 呃这个快乐快乐啊 也是对于进行了一个 呃这个九杀的输出啊 打背是非常的狠嘛 好那么这边的话这个悲鸣呼贝勒了 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郭四他的操作啊 一个无中生有突破无懈可击 然后也是打出反无懈可击 那么这边的话 郭四对吴击发出贪贝啊 然后打了一几个挂出古惑莲啊 对背秘符也是要进行输出了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郭四打出桃源结义啊 怪不得鱼吉蛊惑桃源结的时候 郭四那么大胆的啊 感情啊 感情内上真的桃源结义在郭四的手里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鱼吉蛊惑五蛊蜂灯啊 这个蛊惑我感觉蛊惑的 这个五蛊蜂灯的这个水准是 有一点点差异的啊 有就是说这张五蛊蜂灯啊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开的这个水平是相当的长 因为你要看一下 快乐快良啊 悲鸣呼啊 这个波四啊 司马医啊 这边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反贼都是在后座位啊 你这个 这个桃源这个五蛊蜂灯一开 也就是说让 让坏人先拿了啊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鱼吉虽然说他打的是比较奔放 但是你那个五蛊蜂灯开的确实是有点问题啊 你这个 打的奔放是可以加分的 但是你最后那张五蛊蜂灯可是要给你扣分的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鱼吉也是率先阵王啊 那这样子的话 呃 司马医倒是有十张牌 但是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 因为司马医毕竟他不是一个爆将啊 那么再加上曹匹那边是有人文盾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司马医对于曹匹的威胁应该是比较低的啊 好那么这边我们看一下 曹匹挂上木马 传给我们是一张决斗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挂上 挂上南蛮入侵啊 挂上诸葛连弩 然后开出这张南蛮入侵 要让曹匹知道啊 因为我们手里牌是比较多的啊 要让曹匹知道 这把诸葛连弩挂出来不是白挂的啊 是让你那个傻的啊 你明白啊 你明白就知道啊 好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开出南蛮入侵的同时 呃 刘峰也是被我们打残了 那么手里有两口酒的同时 那么 嗯 酒是溢出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通过木马 把酒缠给曹匹的同时 再来继续玩 化酒韬为生产力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诸葛连弩 在手 诶 这个 斯马尼你那边有藤甲是不是 那不好意思 酒火杀 你刘峰和你自己 你不可能说都保住 那也就是说 你最多只能保一个 这样子的话 我们通过 一波酒火杀 带走这个 刘峰和斯马尼的同时 快乐快乐被穿越了 那只要把他的血线压低 他的危险就是比较低了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你波速 你别说你是 你是中 你去弄 你如果是忠诚的话 你去弄 你自己干什么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打了一波非常漂亮的配合和输出 所以说这边的话 这个曹老板的营人 也是为团队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好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么也是 说一下 视频后方 有产物的投稿邮箱 希望广大的玩家 能够给产物纽约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 就是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